结交杨教天 我心中烦乱气闷 实为两见事所忧 今日能痛快淋漓地吐出一剑 真是从心底感到无比快活 于性未尽 但见墙上挂着琵琶 并取下 转动琴轴 调正音节 试奏一曲 恶逼惊叉道 原来你还善此道啊 哎呀呀 你到底还有多少种才能 都一一跟我说了吧 这都是小玩意儿 算作什么才能 若早知你通音律 咱们去那热闹出 有多少烦恼 也就早散尽了 你是何时学会这风芽异迹的 七八岁时就会 在南京时 府上有戏班子 我常去那里玩耍 戏班的姐姐们都比我大 争抢着教我 这玩意儿 便是一个叫雪冠的姐姐教我的 你也能登场唱戏 我只是熟悉而已 与他们私混过四五年 有些戏段会唱 却从没登过场 你可知戏中角色之分 这又何不知 声淡静莫丑 贴富外杂 九种 声又有小声 老生之分 弹卷最多 有老弹 正弹 小弹 粉弹 青衣弹 刀马弹之别 哎呀 罢了罢了 与兄弟比 我真是白活了二十一年 但凡你经历过的 我也都经历过 你竟全知全能 我却一问三不知 惭愧 惭愧啊 我笑说 人各有所能 亦有所不能 若论斗曲曲 你是状元 我可就要明落森山了 羞杀我也 你单提那个 天色尚早 你若还有兴致 我带你去一个你从没去过的地方 你一定喜欢 先说 去是不去 我想 这个地方可能是妓院 便问 你先说 是去哪里 不说明我可不敢去 景山关德殿旁 有一个苏州巷 去吗 苏州巷有什么 你果然不知 那里有个叫德请班的西班子 班主与我交往甚密 班主叫杨小云 人称外号杨教天 这杨教天唱功最好 班相也漂亮 我引你与他相识 怎么样 你们一定谈得来 说不定就会一见如故 听说是去戏班子 我顿时精神大增 果然是好去处 这个杨教天 我也曾听说过几次 只是从落魄以来 总是自残行贿 无钱听戏 也无心交友 今日如能得你引荐 最好不过 阿比大小 立刻迎我下楼 从亭松楼到苏州巷 本不远 阿比因一路介绍杨小云 只顾说话 车型极满 阿比说 杨小云在京师 堪称灵圣 他能身间数人之场 唱声戏时 音调极高 没到关键处 便慷慨激昂 充满雄豪之气 逼时观者 狂叫动天 贺豪声不绝 后来 人称 杨教天 教天之名 就被传扬开去 走红之后 教天开始有脾气 他不喜欢观众 狂叫和好 说是观众都大呼小叫 谁来听我 满园静无声 我才能独叫天嘛 从那以后 再与呼喊场面 他就退场 等安静后再上 观众知道音游后 从此局坐肃然 他唱时 不敢再和好 圣上听说他的传闻后 招戏般入内庭去唱 他竟也敢面奏圣上 不要喝彩 喝彩便停 圣上居然大小答应 从此 教天之名更香 我赞叹说 这杨教天虽为幽灵 却不媚俗 倒也有些骨气 厄比说 他不但有骨气 一击也非常精湛 他声戏唱得好 武戏也出类拔萃 他善言细游侯戏 不但扮相绝佳 那台步 神段 打靶 武棍 都很精道 把孙猴 演得活灵活现 不论时间长短 从不虚传 不汉重面彩 你说他功力 该要多深 我笑道 听你一说 真是相见恨晚了 你为何不早告诉我 厄比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喜欢戏曲吗 今日 你若不拨弄琴弦 我还是无法见你 这庐山真面目的 来到苏州巷 杨教天虎 戏班正在排练剧目 从一个高大宽敞的厅房里 传出悠扬悠耳的 私竹声 和一一压压的吟唱声 厄比引我直入厅房 果然这里的戏子 大都认识他 同他打招呼 早有一位高俊男子 迎上来 躬身失礼 您说 原来是厄爷到了 抱歉 抱歉 有失远迎 厄比还礼说 杨班主 今日给你引荐一位新朋友 将您制造二公子曹雪芹 杨教天为人道海谦和 急忙向我施礼 是曹二爷光临必处 有幸 有幸 我更正说 我早已不是什么公子 不过是最臣的逆子而已 落魄之人 姓曹 明瞻 自雪芹 一入贫民之列 今后我们就以兄弟论最好 杨小云说 好 你也是一位痛快爽直的人 这一点与恶兄相似 求以你 其实我自幼便贫苦 不然 曾会操此剑业 我说 那不过是世俗偏见 此业并非常人所能为 几须才能 有些辛苦 是用智慧和汗水 来维持生计的 何以为见 比起那些贪赃王法的国贼路鬼 要体面荣耀的多 杨兄 以后咱们就与兄弟相称 你是兄长 我是小弟 这样才融洽 杨小云听拔很激动 伸出长臂紧紧握住我的手 多谢 多谢 多谢你如此看待我们操剑业的人 哎 世俗可是大得很啊 就像漆黑的深夜 我们身处下酒流的戏子 永远无法见到光明 雪芹弟 像你这样能与我们平等相待的人 不多 恶比极了 埋怨道 哎 教练兄 还有我呢 别人认识曹雪芹 就把我给忘了 杨小云笑道 你时刻怕人把你忘了 咱们早就是铁杆兄弟 还用表白吗 我们被引进内厅 这内厅就像戏院的后台 挂满各类角色的戏装 帽靴 及诸多舞台用品 十八般兵器墙边排列 数个庄台一面摆开 我看后 折折称献 说 到底是京师大戏班 比当年我家戏班 气派大得多 阿比说 我这位同窗知己 曹子雪芹 可是家学渊源 才华横溢 不仅诗好画好 还能谈善唱 对戏曲也是很通啊 杨教天很惊讶 是吗 哎呀呀 若如此说 哥兄你可该罚 这样一位好友 为何不早早引进来 他同音乐戏曲的事 我今日才知道 若不是见他自弹琵琶 自唱曲 我还想不到把他领到这儿来 今日即来了 不能不让他露一首啊 阿比真的拿过琵琶 硬塞给我 我真的有些难为情 红着脸说 初次见面 怎好就班门弄斧 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实在推托不过 只好演唱一曲 我唱笔 阿比开玩笑地说 要乐也要乐个正经 那个平叛平叛 学琴这唱功作派 可否上的花榜 我笑道 说正经 却又不正经 我这不过想而游戏而已 怎知平叛而自 杨角天诚恳地说 学琴帝过千了 你这唱功可真是有些根基 一字一句 誓词答译 准确到位 比那些客串老手 还显得老道 只是有些生硬 这是长期疏于此道所致 可见 你以前曾认真学过西曲 我立即说 到底是行家里首 一眼便能看透 我是学过的 当年 我家戏班在江南 也是小有名气 这主要得益于 我祖父曹寅十分爱好 他老人家 不仅经常粉末登场 扮演角色 还亲自写剧本 带领戏班人马排练 知朝廷众臣 声名与不顾 常常陶醉于戏曲之中 那年秋 他竟广州南北名流 在家举办规模宏大的戏曲会演 那气派 那人流 竟如皇帝难寻时 我家皆盛家一样热闹 祖父并邀来名家鸿生 广泛交流 曲长不短 我从小喜爱诗词戏曲 又是进水楼台 虽没专心学练 每日耳濡目染 也早该学会了 只是我笨拙 学得不多 杨小云惊叹道 原来你是江南文人领袖 曹寅之后 哎呀 怪不得恶兄满口怨言 说你比他小 却总像你比他大 凡事总要问你 你出生在淑江豪门 又如此聪慧灵袖 岂能不满腹学问 见地独到 恶兄虽长你几岁 每日只知生乏寻欢作乐 将灵袖器顺阴沟 全放跑了 当然一遇学问的事就犯傻 就得听你的了 虽是玩笑话 恶比也被说得红了脸 影之歌笑道 令祖父曹寅民生 可是大得很 红学家们考证说 他创作的戏曲剧本不少 最有名的是 《太平乐视》 《续琵琶》和《红福记》 曹学琴连连点头 这个我也知道 我十二岁那年过生日 老太太特意让戏班子 唱祖父写的《太平乐视》 我常听江南文人提起祖父的事 也常听揭示李相 有人哼唱祖父写的戏曲段子 令祖父曹寅一生 在诗文戏曲上成就显赫 有炼亭诗抄八卷 别集四卷 炼亭词抄一卷 别集一卷 还有炼亭文集一卷 曹寅的舅舅顾景兴 在明朝末年就是江南著名文人 顾景兴称赞曹寅诗句 清身老成 风隐盲角 偏必有法 鱼必有缘 但曹寅的字评却是 曲第一 词次之 诗又次之 看来他老先生对自己的作品 最满意的还是戏曲 诗是放在第三位的 哈哈 你果然对我家的诗有很多研究 听老太太说 我祖父偏爱戏曲 不光是血 还经常粉末登场 班相和畅相也是一流的 我家每年都采买俊巧灵巧的女孩子 重拾到西班 有时 祖父就亲自调教 颖之歌说 所以你也会唱了 你家有多少书 你知道吗 曹雪芹摇摇头 我家西园有书屋 书屋里有很多大书架 架上的书满满的 有多少我可说不清 颖之歌笑道 这件事 红学家们倒是为你解决了 你家藏书万卷 经史子集三十六大类 三千二百八十七种 藏书规模真如同一个图书馆 曹雪芹兴志斗来说 我在西园书屋见过祖父写的字 我很钦佩 很喜欢 祖父的行书笔法潇洒秀润 鼓励囚囚禁 我一直在学 颖之歌长叹一声说 哎 怎么说呢 记得你有一句诗 万事得诗 终作伴 你是世家书香门第 有集市家学 文化氛围非常浓厚 这使你自幼耳濡目染 终于成为才艺很高的大文人 同时你也变揽了杂书 学来了你祖父迷恋戏曲的嗜好 你后来的才华横溢与离经叛道 可都是与那个曹府有关呢 这正是你说的那个难解难分的德语诗 曹雪芹点头道 没错 你说的对 我继承了祖父的优点和长处 也将不利于立足社会的毛病继承下来了 卫美追相遇 一月的年假很快过去 官学生活重有开始 仙安宫官学在西华门内 无鹰殿旁 我家住崇文门外算是口 没日去上学 须走六里路 步行时便朝进路 顺菜式西行 绕过正阳门 顺荣县胡同东口一直向北 便可到西华门 那日放学归来 快到荣县胡同东口时 我发现前面有一女子 看后影很像表妹李阿芳 在她拐入荣县胡同时 看个侧脸 啊 面容也像 我的心蓬蓬直条 清晰不已 急忙跑步去追 当我拐进荣县胡同时 看见阿芳就在前面走时 突然想到 不可莽撞 如此跑去 大呼小叫 一旦认错 多难堪 只顺忍着 并且 那女子 側目瞥一眼 突然加快脚步 她似乎已发觉有人跟踪 那动作 那搏梗 实在太像阿芳了 我紧随其后 离它越来越近 正要轻轻喊时 他突然很敏捷地拐入一个门口去 我急了 边喊阿芳边向门口跑 可是一面而来的 竟是两扇红旗大门 狂唐一声 将我与他隔离开来 紧跟着是门栓的响动 我不此心 趴着门缝往里面张望 居然看见那女子也正朝外张望 我狠吃一惊 心口突突跳得厉害 多年的思念 哀伤一下涌上心头 我竟用爱恋可叛的音调 又喊了一声阿芳 我不是阿芳 你认错人了 门里传出一串银铃般清脆的声音 口音纯精调 我傻了 听声音的确不是 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朝我袭来 突然眼前一切都黯淡无光 红门一下变成了黑门 我几乎要支持不住 双臂不由自主地扶在门上 相遇你干嘛呢 我什么也没干啊 这不站这玩吗 那个清脆的声音在回答 看来他叫相遇 大白天插门干什么 我好像听你在跟谁说话呀 哎呀妈又疑神疑鬼了 哪儿有人呢 我听见脚步声朝门口逼来 心之不妙 轻脚快步跑走 阿芝让我乘他的车 我一连数日没乘 他十分纳闷 不知何处得罪了我 非让我说清 我向他反复解释 并无半点不妥 只是想自己走走 他哪里肯信 我不乘车 而步行不为别的 只为那无比清脆悦耳的声音 那女子虽被确定不是阿芳 可她像阿芳的身姿 却时时在我眼前晃动 且配上了那清脆悦耳的 精韵声音 几天来 我几乎回忆变了 与阿芳在一起的每一件事 人是阿芳 声音却总是串到香芸那儿去 真奇怪 这几天总是身不由己 两条腿不知不觉 就走进了荣县胡同 上学去 要走到那个红七大门口 转一圈 不见一人才作罢 放学后依然要去 在红七大门口 徘徊又徘徊 有时见大门开了 走出的却不是一人 如此接连数日 我也没能一睹相遇方姿 而越是看不见 越是想见 虽说已经二月天 炮子河里的冰 还有老后一层 但春潮夜已涌动 远远望去 河边上干枯的柳枝已悄悄泛出黄绿来 阳光开始变亮 天气开始变暖 身上的棉衣已穿不住 春要来了 那天天气很好 阳光明媚 无意私逢 我要换下棉袍 翠桓给我拿来夹衣和棉侃件 我穿戴整齐后 翠桓又拿过一件毛毡上衣 非让我烧上 说是怕雪里冷 怕变天气 我执一步烧 并反驳说 万里无云的 哪儿就变天了 来回抱着多雷这样 老太太说 宝带干粮 暖带衣 这可是在这儿的 不听 就少不了吃亏 翠桓一行为你好 你竟越来越像个丧帮子 说话也没个好气了 我说 老太太的话 有理 若怕冷着饿着 宝带干粮 暖带衣 是万没有错的 可我若每天 背个大棉猴 背一个月也用不上 反倒白白的一天 泪出一身汗 可是值呢 老太太生气道 你这学问越来越大 我们都说不过你了 你可得盯着点 考个举人进食什么的 那才是正事 可别学着越来越难缠 我朝老太太做个鬼脸 向翠桓吐了吐舌头 终没拿毛毡上衣 出门而去 老天似乎故意要给我难堪 到太阳偏西时 骤然变阴 西北风溜溜刮起 阴冷之气 很快寄人肌肤 放学时 恶比抢了我乘他的车 我正好冷得发抖 便坐了上去 车过荣县胡同时 我的心像被荣县牵住 在车上再也坐不住 趁恶比不注意 突然跳下车去 高喊道 你先走 我有点事 寒霸朝胡同里跑去 我连跑带颠的来到红旗大门口 我多么希望奇迹出现 心想 哪怕不让我听那悦耳的声音 只让我见一见芳荣也可啊 我来来去去 不知已有多少次 怎么就再无 见上一面的缘分呢 是你我 只有隔门缝 看一眼的缘分 还是月老 仍要继续折磨我 然后再为我们 牵上红线 我一颗痴心 只认定 一定是后者 拜佛求神者曰 心诚则灵 我以为万事归一 都是一个礼 心诚则成 然而 却又白跑了一趟 就在我恋恋不舍 要离开的时候 大门依然紧闭着 寒冷的北风 阵阵刮来 我随之一阵阵的发抖 似乎心窝也已凉透 虽如此 我仍不死心 又回去走了一圈 蛤 奇迹出现了 那位有银铃般嗓音的姑娘 拉开一扇门 只见她 亭亭欲立 美如天仙 两道细眉 微微上条 两只眼珠黑圆精亮 里面似在燃烧着一团火 只向我射来 面对期盼已久的御人 我一时竟不知所措 随张了几张 也没能说出一个字来 相遇左右看看无人 忙拉我钻进一个小巷 急急地说 你不要再干这单傻的事 今日若不是看你穿的单薄 冻成这样 我才不会出来见你呢 我一阵惊喜 这么说 我每日都到这里来 你是知道了 阿弥陀佛 我一片真心 总算没有白费 你不是在找阿芳吗 我不是阿芳 你以后不要再来 可你很像阿芳 背影最像 我知道你叫香玉 奇怪谁告诉你的 你母亲 啊 没等我解释 香玉已经知道阴友 可见她很聪明 我颤着音儿说 自从那天 从门房里见过你一面 听过你的声音 我就魂不附体了 每日耳朵里 都萦绕着你的声音 去着不走 挥着不去 你这位爷 原来是个多情种子 香玉冷笑说 惦记着阿芳 又忘不掉香玉 可还有几个 阿鸡阿鸭阿草阿花的 让你分心吗 小姐冤枉我了 看来 需与你说清才是 阿芳 是我的表妹 无父无母 从小与我一起长大 十三岁那年 家中被抄 阿芳被仆人拐走 从此不知音信 已有五年了 那日 我见你的背影 很像阿芳 也是寻人心切 便冒昧跟踪了你 还请小姐 多多原谅 相遇吃惊道 原来如此 你家也是被抄了的 真是话不说不明啊 这个阿芳 不知流露到何处去了 也是怪可怜的 你家也被抄过 哎 一言难尽 你这位爷 以后不要再来 让我父母知道了 可是不好 恕我冒昧 我要是请没人前来提亲呢 那更使不得 湘羽连连白手 我是带选入宫的秀女 再过几天就到选期 我父官职备免 常与母亲商量 还要将宝压在我身上呢 你瞧 你一直在哆嗦 天气冷 你快回去吧 就要这样分手 我实在舍不得 并问 咱们还能再见面吗 见有何意 不如不见得好 我却不甘心 说 三天以后 我还来找你 正在这时 翠桓突然出现在小巷口处 相遇略有些慌神 我说 不怕 这是我家的丫头 翠桓东张西望 终于发现了我 边朝这边跑边说 二爷 你让我好找啊 你非动着不可 快穿上这件大衣 相遇趁机走开 翠桓问 她是谁 我说 你看她的背影像谁 翠桓盯着看了一眼 大吃一惊 啊 是阿芳 我穿上毛毡衣 很快暖和起来 翠桓的回答 使我很高兴 我说 可惜啊 她不是阿芳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看天变了脸 就出来给你送大衣 半路上遇到恶业 她说你在这条胡同的 多亏翠桓姐姐了 要不然 我非动出病来不可 一路上 我的心里很乱 像飘飞的柳絮 无找无落 没个寄托的地方 想当年 阿芳与我是那样心心相印 情深义重 谁承想 会突遭大难 被歹人拐骗 一想她如今 不知在受何种折磨 心便沉痛不已 眼前这个翠桓 其实更可人疼爱 聪明 机灵 忠诚 又有心计 因为出身卑贱 阿芳在时 她不得不让阿芳 没了阿芳这一对手 却又出个老爷 从中作梗 使他不能一如心愿地 与心上人相爱 我永远都不能接受 父亲与儿子 争夺一个丫头 这样一个事实 我认为 那是人生的一大耻辱 绝不能让它发生 仅于此 自从看见老爷 威胁翠桓那一刻起 我就再也不敢爱翠桓 尽管翠桓 仍在疯狂地爱我 常常为此落泪 我也无法再接受 翠桓是受害者 很不幸 可是我毫无办法 还有相遇 我对她可以说是一见钟情 这感觉来得既快又奇 像阿芳不过是银线 我被她牢牢吸引住的 是她那清脆育耳的美妙嗓音 和一对漂亮的大眼睛 我对她的爱近乎疯狂 哪知道原来这爱 如清晨花露 见不得阳光 可见 没有根基的事就不牢固 可是我很宁 不轻言失败 我希望宫中玄美 相遇落选 翠桓难难地说 二爷 你就这样走下去 一句话也不说 哦 我在想学历的事呢 翠桓说 我知道你是在想心事 只怕不是学历的事 是在想刚才那位小姐吧 她很像你的魂被她带走了呢 翠桓姐 我知道你很委屈 你能原谅我吗 我牛性的厉害 一旦认定的事就不好改 二爷 二爷既认定了 不改也罢 既这么着 我也只好认定 我只伺候老太太和二爷 老太太早晚有升天的那一天 二爷要是不留我 我就削发为你 或是跟了老太太去 翠桓说时 语气越来越悲伤 翠桓姐 你实在太受委屈了 我说时 禁不住落下泪来 我心中充满悲哀 对翠桓产生非常怜悯之意 我真的很难再控制自己 要是在无人之处 非去拥抱他 亲吻他不可 但这是在大街上 只好将沸腾的激情 冷却下去 我开始鼻涕 喷嚏不断 晚上发起烧来 老太太埋怨我不听话 太太过来追问 是何原因 我把翠桓说漏 却听翠桓连出泡死的说 都怪二爷太要强 不好意思 总坐饿老爷的车 我拿大衣去赢 二爷已经冻着了 翠桓为我掩盖了 挨动的真相 没让我在家人面前出丑 我十分感激 翠桓又断来姜汤水 服侍我一口气 喝下一大碗 躺在炕上 用热筋附上头 将被子掖了又掖 坐在旁边等我出汗 老太太一百个不放心 也在旁边守着 迟到我同身流出大汗 退了烧 才安下心来 老太太问 你发烧时 又喊阿方 又喊香玉 香玉是谁啊 我知道 是在梦中泄露了秘密 十分难堪 红着脸躺色说 那是书本里的人民 老太太担心地说 可别再看那些贤书 小心学坏了 正经读学里的书 那才有用 翠桓 跟老太太太说一声 二爷不收了 让他们安心歇着 回头 咱们也该歇着去了 此日 清晨醒来 我感觉浑身乏力 骨头节儿疼 便让厄比 替我告了学假 待在家里一天 真是难受 祥玉的影子 总在眼前晃动 对祥玉 我已有初不了解 他家原来也是被抄的 他是待选秀女 很可能被选入宫 八级秀女 每隔三年一选 女子年满十五以上 二十以下 必要参选 户部登记造册 由淫而不报者 逃亡者 均由刑不问罪 被选中宫女后 再从中挑选皇妃 出选皇妃入围者 送内务符 由大臣复选 再送入宫中 最后 使太后皇上 亲自甄别选拔 宫女在宫内 许当差十年 方可放出嫁人 相遇 代选宫女一事 嚼得我心里乱糟糟 一时也不得安宁 次日上学 我缠着恶笔聊天 话题总是围绕 宫女传 引起恶笔的警觉 她说 我若没猜错 荣县胡同里 定有狐狸精 这个狐狸精 已让你走火入魔 这个狐狸精 可能是一位 漂亮的代选宫女 天哪 她猜的精是那么准 我不由得红了脸 但我尸口否认 恶笔真够朋友 尽管我死不承认 她还是把她知道的一切 全向我说清 她的话 有很多使我如获之宝 因为马上就可派上用场 转天放学时 我躲开恶笔 从石碑胡同绕个圈 又来到荣县胡同 那个红旗门口 走过一趟没见相遇 摆不开外 重又回头 再走一趟仍不见 心中便开始敲小鼓 俺想 是不是她不愿意再见我 可是那天她并没有聚 啊 相遇出现了 是迎面走来 我的心一阵猛跳 若没有嗓子眼挡住 肥蹦出来不可 我宠她笑 要说话 她摆手阻止了我 走到面前时 只听她悄悄说 跟我走 相遇把我带进一个死胡同 胡同尽头是一所废宅 破烂不堪 看来依旧无人住 相遇回头看看无人 便把我拉进院中 相遇面色微红 胸脯一起一伏 船息十分局促 你说的三天以后来 就真的来了 做人以诚信为本 岂可说了不算 你还真是个痴情的人 相遇牛捏着低下头 脸比先是又红了些 何止痴情 是惊呼呆傻了 这么大的人 竟把魂丢了 这不 我是找魂来的 相遇忍不住笑 你的魂不是在阿方那里吗 别逗了 那是五年前的事 如今哪还敢再想 我看月下老人 是在为我们牵线呢 这根线便是你向阿方 我为此被你牵走 才有了相识的缘分 没想到竟是一见钟情 你那美丽的容貌 和月儿的声音 使我为之倾倒 一下子便把我的魂 绞在你身上 知道吗 我日里梦里都在想你 那天夜里发高烧 我竟呼出你的名字来 老太太问我相遇是谁 把我问个大红脸 相遇有些激动 低下头用鞋摆弄着石子 脸蛋更红了 初次见面 我就喜欢上了 门缝外边那个人 可是我是带选秀女 怎敢有非分之想 谁知你竟从此 一天两次在门外徘徊 我就喜欢这性格 一到那个时辰 我便在暗处 偷偷看你着急的样子 你真够狠 罚我这么多天 硬是不给一回面见 真比三谷茅庐还难 我以为是九考不中的风秀才 哪知是痴心公子 凤秋皇 只是怕你白费了心 选秀日期已经来到 一提这时 我就不由地急火攻心 说 相遇 你可知那是个什么地方 外人看皇妃冠冕堂皇 每日相敬天下荣华富贵 实则 与做冷宫区别不大 没有出入大内的自由 多年难见亲人一面 每日只和几个宫女相守 一直守到老 那样的日子 你如何忍受啊 一旦皇妃落旋 当上宫女 能被分派到宫里当差还好 熬到二十五岁可以放出 倘若被置于待用的宫女大院 那就苦了 院中乌漏强迫 十人居一室 一日三餐大木桶送饭 常吃宫中的残羹圣菜 终日不许出大院一步 如坐监牢 常年难见皇上一面 便是尽了 也很难侥幸被皇上喜欢 大院有太监监管 家人送去东西 没有二十两银子好处 不给传进 宫女要代为购物 也许多花数倍的银子 宫女因人数众多 活动空间狭小 心中长期郁闷压抑 便会生出很多嫌隙 急争狗斗之事经常发生 文静老实的人难免受气 受恶女的欺凌压迫 因此宫女们的姿色 大都削减很快 而越无姿色 也就越无出头之日 快到二十五岁放出时 宫女大多一半老徐娘 湘羽 我正为你担心 一旦中学 你就要去过那漫长的苦岁月 这结果 你不觉可怕 湘羽眉头紧皱 愁容爬上脸来 这些事 我听说过一些 说心里话 谁愿意上那不得见人的地方 去图纳续名 只不过不敢违反其规 怕上面问罪 是不得已罢了 如今又有父母一心红地 盼我被选中皇妃 指望我重振家业 这些日子 各妙去烧香磕头 心气正望着呢 其实我不以为然 就是选上皇妃 我爸被重新启用 官就准能坐稳了 我看也未必 不知哪天 又被抄家削职 或者更倒霉些 也说不准呢 不如不作官 永远也犯不了抄家的罪 相遇所言 甚何我意 我说 参选不能不去 不能拿鸡蛋碰石头 只是选中选不中 也不是全由皇上决定 自己也能把握几分 相遇惊讶地看着我 两眼充满疑问 你想啊 情愿与不情愿 就大不相同 若喜笑颜开 人就增色三分 被选中的可能就会增加 倘能回头一笑百媚声 勾住皇上的魂 就是想溜也溜不掉 若是悲愁凄苦 以怜沮丧 多鲜眼的花也没了看头 皇上一嫌弃 可不就被弃出名外了 相遇听得直笑 居然用拳头捶我 你真坏 你的坏主意真多 我笑道 为了能得到心上人 我一急 就急出了法子 相遇的脸 顿时长得通红 两只眼睛 放着迷人的光彩 圆圆地瞪着我 似要把我看进眼中 我的心一阵突跳 浑身如有万马奔腾 再也不能自持 一把把相遇揽在怀中 紧紧拥抱起来 用发烫的语言 在她发烫的面颊上说 我心与清心 二心并异心 相遇紧紧拥着我 闭上两眼 颤子音应道 清亦同君亦 两亦容一亦 相遇居然能对 我兴致到来 又说 愿作鸳鸯水上戏 愿为连理 知连知 相遇离开我身 两手扶住我的腰 扬起娇媚万分的脸蛋说 愿作文君 思相如 愿为红符 逐礼归 我听后激动不已 说 你也知道红符 看来 你也是个读过杂书的 相遇羞红着脸说 才不是呢 我是看过一出戏 叫红符记 我惊喜到 红符记戏曲的剧本 就是我祖父写的 开了咱们 真是有缘了 红符慧眼是英雄 认准李静将来能成大事 便果断夜奔投身李静 你愿做红符投身于我 我可成不了大事啊 相遇说 成与不成 谁能知道 是看你人好 成与不成 又有什么想干 听罢相遇 迎领般清脆悦耳的表白 看着那一对 令人迷醉的炙热双眼 我更加冲动 再一次与他紧紧拥抱 恨不得和他融化在一起 那种发自内心的 冲撞到全身 乃至发烧的幸福感觉 全永般畅流不息 你敢像卓文君和司马相如一样 与我私奔 敢 我泪花闪闪 相遇猪夜连连 我用蛇添净他的泪珠 谈到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信赖 可是 咱们不能那样做 私奔是为了幸福 可结果 是会很不幸的 你我两家都是被抄的 最臣之家 你又是在侧的代选秀女 临选逃脱 而且是与最臣之子私奔 这是犹如圣上的大不敬罪 肯定要株连家人 到那时 岂不弄巧成桌了 啊 那该如何是好 为保全家人 只有你去承担风险 若连宫女也没有选中 便万事大吉 我们就有希望尽快结为连理 只是 你相貌如此俊俏 又是个读书识字的才女 很有可能被选中 相遇眼里 闪动着泪花 半天才说 即便是被选上皇妃 我也要想办法 尽快出来和你在一起 我想 办法总会有的 我叹道 只是难为你了 一个人进去 凡事要三思而行 不可过分 比如 一脸忧愁 只是为了隐藏几分姿色 倘若过分 引起皇上的注意 反倒更糟 相遇默默点头赞成 而后 从腰间解下一物 递我手中 那是一个新秀的荷包 散发着很浓的兰花香味 荷包上 秀有新样图案 另一边 则是勿望而自 啊 好一个相遇 原来 他是早有准备了 我却没有想到这一层 我怎敢想会发展得如此之快 以何物回赠 在南京时 身上总有几件稀罕物的 如今一贫如洗 也没了那个兴致 情急之下 我突然想起 恶比曾送我一个碧玉配 说我身上无遗物 让我戴上碧玉鞋 并玩笑说 可别转送哪家小姐 没想到 竟被说中 今日只好转送了 我将碧玉配 从铁身处掏出 按在香玉手心里 说 这块碧玉带着我的体温 让它替我温暖你 保护你 记住 这是曹雪芹送你的 香玉深深地点点头 默念着 曹雪芹 把碧玉套在脖子上 顺博灵放进贴身处 几天后的一个黎明时分 各家待选秀女 便都有家人护送 奔景山后的八旗灵米房而去 那天天不亮 我就起身 往香玉门口跑 然后尾随而去 快到景山时 天以为名 我向香玉的车靠近 见香玉正探出头来 焦住不安的前后张望 香玉终于发现了我 才安静下来 香玉引起家人的注意 一个男人回头看 我立刻装作 是后一辆车的人 灵米房的官房门口 都挂有各企的招牌 姑娘们先入本棋选秀处 由参岭左岭 和宫中派来的太监 共同初选 一听到官房中 哭声大作 便是进去的姑娘 被选中了 那哭声 就是亲人离别时的哀鸣 因为此一别 祸福难测 日后能否再见面 都很难说 那个姑娘此时 不是泪水淋淋 香玉进入香黄旗的门口 在进门口的一刹那 回头看我一眼 我向她点点头 她面容欺然 无可奈何地 进入了官房 香玉的父亲 出来是笑眯眯 母亲却是哭着的 这说明 香玉已被选中 我没能再见香玉 当时心里冷极了 一阵悲哀涌上心头 留下两滴苦泪 初次入选的宫女 当天便要送到内务府 由内务府大臣 和主师太监 共同选择嫔妃 入选嫔妃者送入宫中再选 胜余者便是宫女 相遇二选能否选中 我心中非常担心 倘若再被选中 送入宫中又被太后皇上看重 那无疑就是皇妃了 此事就非常麻烦 如何才能得到相遇二选的结果呢 我曾有心找表哥福鹏 福鹏是宗人府又宗政 打听这点消息很容易 可是我又不敢让福鹏知道 福鹏毕竟是个郡王 要维护皇室的面子 一定会横加阻拦 我又想到恶比 恶父是内务府司官 也是能打听这一消息的 只是恶父未必敢做 午后恶比见我心事重重 就追问我有何难事 我觉得恶比也无法解决 就不愿意告诉 哪知恶比急了 翻脸说 我知道你心高气傲 瞧不起我 有事总想瞒着我 吧吧吧 从此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咱们谁也不用为谁操心 说吧 其身就走 我一把抓住他 说 我不是不把你当做知己 我是担心你知道就着急 不是给你出难题了 这么说 你就这样在心里窝着 你就让我急得团团转 你才开心 你认为难办的事 放在我身上 也许易如反掌呢 事已至此 我只好吐出实情 恶比哈哈笑道 我说荣献胡同出了火力精嘛 我这样聪明的人 你都瞧不起 可见你狂妄到何等地步 喂 兄弟 你不光是狂妄 还胆大包天呢 竟敢在皇上面前打主意 这样的事 你怎么也做啊 我悄悄说 这叫千里姻缘一线千 我爱他 他爱我 我心里只有他 他心里只有我 别看他已被选进宫中 他的心里还是只有我 得得得 你这是从皇上嘴里抢十辰 和拔老虎嘴上的毛 有什么两样 我最不爱听和女人讲什么情啊 爱啊 一讲那个就有麻烦 谁如此说 你的事 我还是得去办 我知道 我改变不了你 恶比果然有神通 他去找内务府的太监 送上几辆银子 说是亲戚家要打听相遇的结果 太监警察得知 这个叫相遇的在内务府被选中后 坐车进宫时出了车祸 连上出了伤 这一破相 皇上就不高兴了 认为不吉利 因此落选 太监只为相遇惋惜 说离当皇妃 就差那么一丁点 恶比得此消息 如同立了头功的将军一般高兴 不过他劝我说 你还是死了那份行为时 他虽未被选中皇妃 可他还是宫女 皇上还会见到他 你说他天生丽质 风云绝佳 不知哪一时皇上看对了眼 他就是满心装着你 也不敢违抗圣命啊 一旦怀上龙肿 便是板上钉钉 永远是皇家的人了 即使不被皇上所信 他要到二十五岁才能放出 你何苦啥等啊 我说 你还不能理解我 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因为有一个情字 有了这个情字 情有所记 情有所托 活着才有趣味 有意义 比如你 为何一见我痛苦忧愁 你就着急 我痛苦忧愁 与你何干 这便是友情在作怪 你又花银子又花力气 唯我排忧解难 事半成你高兴 半不成你沮丧 这又是为何 你是在受友情的知识 你为友情而付出 你为成功而高兴 那种感觉 用金钱能买到吗 你最不爱听和女人讲情讲爱 我能理解 恕我直言 那是因为你常去妓院买笑有关 那些女人 今日卖个张三 明日又卖个李四 狗喝一时 只怕连姓名都不知道 自然讲不得情爱 其实男女间的真情至爱 可是最珍贵呢 那种爱 能让人刻骨铭心 能让人死去活来 能让人幸福地发狂 能让人快乐地痛哭 男女间的真情至爱 最是珍贵 最无价 恶比说 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 是真知灼见 可不管如何说 我觉得香玉 也是一块烫手的山芋 不管你多有理 也该快把这块山芋扔掉 别再挨烫才对 只此一条路可走吗 香玉定是为我冒险摔伤 在她决定这样做的那一刻 她知道这一摔 也许会被摔死 虽然如此 她仍照摔不悟 为了得到最珍贵的爱情 她已用生命去冒一次险 她对我的真心 日月可见 无丝毫参加 知道这一消息 你知道吗 我激动不已 把她看得更重了 此时此刻 我更思念她 一想到她 我就幸福得不得了 只想着如何向她付出 去报答她对我的真情 无论如何 也生不出扔掉她的念头 我的恶比大哥 你让我扔掉的 哪里是烫手的山芋 那是人生最难得的 无价之宝啊 恶比叹道 你这牛锦又上来了 真没智 你这高雅享受 我也承受不起 我倒要看看 这块山芋你怎么处 从此 日月便在期盼与思念中度过 相遇在皇宫大内 我虽在紫禁城内的 咸安宫 距内宫不远 可那道高墙 犹如层鸾叠仗的群山 渴望而不可跃 只能望强兴叹 默默等待 曹雪芹啊 曹雪芹 别说你的朋友 恶比替你担心 我都替你担心了 虽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 我也明白 宫女都是皇帝的女人 不然 进宫的男性 为什么都要阉割成太监呢 可是 你却打皇帝女人的主意 这危险实在太大 你怎么就不想一想后果呢 曹雪芹怒声道 皇帝在女人的事情上 根本没有人性 皇帝只想站进天下美女 却不管女人的死活 后宫家历三千 别说宠幸 就是看 他能看得过来吗 进入皇宫大内 如同进入牢笼 皇帝直知自己寻欢作乐 却并不把宫女们当人看 这种做法天理何在 影之歌说 我懂了 你说红楼梦是在为规格招传 你又说 道红轩中批阅十载 增伤五次 看来 这些都是你在为女性呐喊 红楼梦其实就是潜红一哭 万言同碑 是天下女性集体对封建社会的控诉书 你其实就是规格代言人 曹雪芹笑道 你确实是懂了 这便是我写红楼梦的目的之一 其实在封建社会里 其是皇宫大内 普天之下 女人都是可以作为奴隶买卖的 尤其被抄得最臣之家 便是尊贵的富家小姐 也要被弄到人事上去卖 有多少男人拿女人当人带 因此我说 和我堂堂虚美 成不弱笔群差哉 识愧则有余 悔又无益 知大无可如何之日也 我就是要反叛反叛 这个千年劳利儿 我故意在书中抬高女性 说男人都是泥做的 都是着物 女人都是水做的 一看就清爽 谢谢伟大的曹助明 让我也跟着战官了 不过这个问题 你这样的见识从何处来 又如何能凝聚成如此之大的力量 让你去写充满叛逆倾向的 红楼梦呢 这可真值得研究啊 恶比说你打皇帝女人的主意 你是不是在想 皇上妨碍了你的幸福生活 你为此十分愤怒 曹觉秦连连摆手 不是愤怒 是大无可如何 幽微灵秀帝 无可奈何天吗 这才是我的真实心理 我不过是呐喊一声罢了 皇帝的权威 我岂能奈何得了 中男情女的制度 从孔子时代就已经开始 根深蒂固得很弱 我评一本书 也是撼不动的 影之歌说 你写《红楼梦》 是为了泄激愤 书胸中快蕾 如果说快蕾有三的话 女性的话题肯定是占其一了 而且分量很重 这快蕾肯定是来自阿芳 翠桓和湘玉 曹雪芹说 还有其他众多女性 你说快蕾有三 很是的确有三 为女性深渊昭雪是其一 通斥官场腐败黑暗是其二 反对科举制度是其三 我是给你兜牢底了